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门前种树也是有着一定的风水讲究的 种对了树还可以起到忘宅的作用 那么门前栽什么树能够忘宅呢? 想必这是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 一、大门前种哪些树可以忘宅? 一、棕榈 棕榈又名棕树,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其所带来的观赏价值是非常高的 而且现在的很多亭子选材都是源之于它 此外棕榈还有很高的药效价值 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若是从风水学上来讲 棕树不仅可以生财 而且也可以帮忙留住财 二、棕树 棕树即棕树 棕与棕血音象征吉祥 横栽甘局是人们新春时节家庭的重要摆设 而菊叶更有树干解育功能 能够为家中带来欢乐 三、春树 春树在古时候就是屋前常见的一种树类 意味着家里的长辈都能够长命百岁 而且在风水上还可以作为住宅的保护伞 是长寿的象征 四、桂树 桂树上长有的桂花是作为高洁的存在 不仅可以作为药材的使用 而且还具有辟邪的效果 因此在屋前种植桂树是最佳选择 五、灵芝 灵芝自古就被视为响物 有长寿之意 是吉祥图中常有的 而且灵芝性温未干 精益气 强筋骨 有观赏作用 六、梅 梅树对土壤的适应性强 花开五瓣 清高富贵 其五片花瓣有梅开五福之意 对于家居的福气有提升作用 七、枣树 在庭院中植枣树 遇枣得柜子 可以使一家人其乐融融 八、竹子 竹子代表的是高雅脱俗 种植在屋外 可以极大程度提高整个房子的装饰效果 并且可以作为居室的保护伞 能够将一切的邪气都阻挡在屋外 保持屋内有个清爽舒适的风水 九、葡萄 传言七夕时分 葡萄树下可以听见牛郎之女相聚的亲密谈话 葡萄树枝条缠绕 代表着相爱的人爱情甜蜜 如胶似漆 门前花园种了葡萄树 既能促使家里夫妻和睦 相亲相爱 减少口诀之争 又能为家人在炎炎夏日之中 提供一处纳粮的好地方 是不错的选择 十、海棠 花开鲜艳令富贵满堂 而堂地之华象征兄弟和睦 其得融融 二、大门前种哪些树可以旺财 一、万年青 万年青属于南星壳 其特点是干净粗壮 树意厚重 生命力强盛 而且每片叶子如伸展的手掌一般 向外皆拂那气 对聚家风水有强大的壮旺作用 二、摇前树 摇前树顾名思义 也就是一株可以聚财的植物 将它养在屋前比较适合 因为它的主干比较粗壮 可以起到很好的镇宅的功效 能够将外财向家中引进 聚集一些正能量 把不好的负能量去除出去 起到增加福气 旺财的效用 三、发财树 又称为花生树 发财树干净粗壮 树叶坚长润泽 苍翠 且有整体向上向阳的耐寒一掌 充满活力与生计的特点 四、橡胶树 树干深植挺拔 叶片肥厚有光泽 其生命力极强 且繁殖能力非常强盛 能为居家生活带来勃勃生机 五、滴水观音 又名佛守莲 在空气温暖 土壤水分充足的条件下 便会从叶尖端或叶边缘向下滴水 而且开的花像观音一般 因此称之为滴水观音 它代表一种志同道合 成义、向善、内蕴轻贵和谐之意 是居家风水中常用绿植 六、竹子 竹子有节 在门外种植竹子 寓意节节高升 黄金竹寓意黄金万两 招财尽宝 事业辉煌、财源广进 做生意的人多喜欢在院外种植 玉蕴竹、金玉颜色、香肩 象征着金玉满堂、福寿安康 观音竹有吉祥保平安的美好寓意 所以农村会有门前种竹、子孙享福的说法 三、门前不适合种什么树 一、怀树 看着名字就是不好的 怀字中带有鬼 被老一辈的人认为是不祥之树 若是栽在屋前 必定会带来各种晦气的东西 实为一大忌 二、石榴树 有个传说 在长了石榴树的地方 会有女鬼王的存在 若是长期居住在石榴树附近 会造成精力衰竭 对自身及家人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危险 三、桑树 桑有桑的意思 门前种桑树 预示着家庭容易有血光之灾或疾病 四、阳树 阳树本身就十分通达 叶子也十分多 在风来时还会有沙拉拉的响声 事实上 民间有种说法是鬼拍手 也就是说 鬼在拍手 这样对于家庭来说不吉利 再一个就是阳树本身很高大 种在院子里的话 会挡住很多的阳气 从而导致屋子内阴气特别的重 五、柏树 很多人说柏树是四季长青的树 即使到了冬天也不盼了 很多人会在家里种 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不当 因为它经常种在坟旁 阴气也是比较重的 所以种在阳宅里是不合适的 四、门前种树 风水禁忌有哪些 一、树不能离住宅太近 树干的大小与距离远近 会对家宅产生不同的影响 通常来说 若是庭院中的树 树干若是比较粗 或者距离家宅比较近的话 那么带来风水的影响就大了 也有时候你会看见距离门太近 导致一出门就要绕道走 在风水上是特别需要忌讳的 二、树木不可遮挡大门 风水学上若是树木过于高大 挡住大门的话 意味着阻挡财气进门 挡住阳宅的采光率 导致阳宅采光不足 势必会影响家居风水 若是家中的树干比较扭曲的话 也是不利的 容易给宅主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树木之夜要茂盛 一般来说 家附近的树最好是枝繁叶茂 而若是家附近的树木枯萎 会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而从风水学角度上来看 家附近的树木若是出现枯萎现象 则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地气出现了问题 因此要及早注意并提防 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家中运势的降低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枯萎的大树砍掉 并重新栽种新的树木 四、避免选择到主胸的树木 有几种主胸的树木是需要碧迹选择的 无花果、樱花树、木莲、丝兰、凤尾竹、羊柳、芭蕉 这几种都是碧迹在家居庭院中种植 种植这些树不仅会影响到庭院风水 而且还会给居住者带来不好的影响 五、树不能骑行怪状 从现实的观点来看 树不能骑行怪状 若是一出门就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视觉上难免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定 精神紧张 另外 若是长期住在屋角有树的家宅 造成视觉上的障碍 看不到前方有物品所在 导致容易发生车祸 六、大树不宜正对大门 虽然说门前种树能够改善我们的住展风水 还能释放氧气、有益健康、舒缓我们的心情 但是大树不宜正对大门和离大门太近 原因是大门是住宅的进出气口 而气对于住宅风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树正对大门离大门太近的话 就会挡住气进入屋内 不利于房子的风水运转 风水跟种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你不得不信 有些人不懂 所以在门前种树最后因此破坏了房屋的风水 导致家人患病 在门前种树最好是把树木种在房子的左边 因为在风水学中 左边的方位是青龙位 所以把树木种在这里 代表着男性贵人 意味着可以维护家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